由高雄爱走东团契 及台湾基督教联盟主办的 第三届爱走东公共事务营 这次走出高雄 于台中海湾艺术酒店举行 来自北中南教会机构 二十位学员参与 期望以团契多年的政治职场见证 鼓励青年一同关心公共事务 高雄的市议会里面 有高达这么多的基督徒 而且他们愿意在信仰上 为社会发声 也关心落小 关心社会公益 也关心教会在这个社会上的发声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台湾 各个县市议会里面比较特别的 高雄爱走东团契 由跨党派基督徒组成 过去几年 持续推动市议会新年早导会 及城市祷告会 并将福音触角 深入行政机关各举处 团契也希望 把这样美好的经验传承下去 对于不管是家庭 或者是说对教育 这样子的一些相关的态度 因为其实别人不能够了解 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所以一定要用对方能够理解的方式 所以在这个公共事务营当中 我们有去对于这样子的一种练习 历经公投同会议题之后 公共论述的能力 以及对法律视线的知识 具显重要 因此这次讲师也是一时之选 纷纷发表实战经验 只要我们的论述是清楚的 是有逻辑的 是有道理的 我觉得年轻人他们会认同我们 但我们也希望借由我们这样的一种 淫秽的平台 能够比较深度的跟青年对话 让他们在回到他们各自领域的时候 他们是受装备的 基督徒本身 对于法律有更多的认识 要怎么样来坚守我们的信仰通史 又尊重我们政府的法律方面 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沟通的机会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感动 但是我就觉得教会应该起来 开始学习一些公共事务 因为自己刚当上里长 然后又是基督徒 所以我来参加这个会议 让我更能够知道基督徒 要怎么样在一个公共事务上 主要扮演的角色 今天来到这里 我认识了很多也是有这样子呼召 这样子负担的人 同时我也觉得 每个讲师的教导 都让我打破一些旧有的一些想法 让我更知道该怎么做 公共事务营 未来下一站计划 前往台湾北部 帮助更多有需要的年轻人